今天回到国内 公费流感疫苗施打的人数 现在超乎预期的多 也引起了民怨 行政局院长苏贞昌说 这很可能是微服部长陈时中 因为他带头示范 要大家来打有关系 就被外界质疑 难道是甩锅给陈时中吗 陈时中今天说了 这没有什么委屈啦 而国民党立委则 因为不满政府开放 还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珠进口 第四度占领了立法院议场 要杯葛议事 苏贞昌就批评 说这妨害其他的党立委 行使职权 却又每天领这么多钱 是国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总统蔡英文 行政院长苏贞昌等人的力牌 再度出现在立法院议场 国民党团不满政府 开放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珠进口 第四度杯葛苏贞昌的施政报告 国民党立委霸占一场 唱歌喧闹 也妨害了其他党的立委 行使职权 却又每天领那么多钱 相信是国人同胞 最不愿意看到的立法委员行进 错误的政策比贪污还更可怕 我们关心的是国人食安 他只关心到这个薪水的事情 我觉得他的格局太低 相反制 蓝营内部出现倒阁声浪 人数不够情况下 也坦诚需要民众党帮忙联数 才有机会 但苏贞昌不只要担心 不能上台报告 如今公费流感疫苗 接种人数超乎预期 却没做好事前分流 民怨四起 赵解读被苏贞昌甩锅 陈时中不以为意 也强调今年没有分阶段施打 是希望在秋冬来临之前 能赶快完成建立流感群体免疫的目标 华市新闻已经刚才知识 王源泽的宣松前台北报道